台獨 Ready GO 辯論會最想問賴心得哪一件事 你作為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確表達不支持台獨的狀態下 請問你如果繼續務實的推動台獨 你不能選舉到就不講台獨 當然我不用罵他說 台獨精神變台獨輝孫啊 最想問朋友哪一件事 坦白講我不曉得問到什麼 為什麼 所以不能講實話 你要問到什麼 選舉過程中最懊惱的是什麼事 是不是韓白河的先行 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一個學習 一個歷史 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的面貌 通常這個是黏水跟車衣在做的事 我們又把它當作一個檢討的項目 但是也不用去熬 你最想跟民眾講了一句話 2024的總統大選 它是一個台灣歷史方向的選擇 我們就走向一條新政治新文化 就這樣而已啊 這是台灣人民的選擇 如果你有機會當選的話 會想要去對愛訪問嗎 那會想堅持進去嗎 不用我去訪問啦 保證他們當天晚上就派人來討論 打算 他會想要去對愛訪問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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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